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天已经微凉 我睁开双眼 长夜慢慢总有散 来到故事终点 如果有人问 此生不回 捧住着你的地方 刻下纠缠银河 说再见不是离别 何必追赶这句点 思念在一瞬间 请到底平歇 黄月在歌唱 大地在剪磨 我离穿头海 尘埃中花开 有护往热天 誓言追涌印 离开才寻找 世间同行 和你的方向 世子觐见 阿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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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回来了 初黎 终于回来了 撞了好多 怎么样 这清秋王宫还挺气派的 遇到了什么事 我这次出去干了不少事呢 快讲给二叔听 你此前来过清秋许多次 见过这位二叔吗 我去了很多地方 见过吧 看见很多兴起的东西 嗯 我炸了广汉门三座山头 给阿姐报仇了 什么 炸了人家山头 朱莉 你怎么可以如此莽撞呢 嗯 我给阿姐报仇 疼何莽撞啊 罢了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前陈青山弟子晏慧 这位是尹姚白小生 我回来路上认识的 见过 嗯 两位你们好啊 哎 哎 什么呀 他又看不见 哎 哎 抱歉啊 抱歉 他输毒得少 有点唐突了 抱歉啊 无妨 虚礼而已 哦 对了 天药我已经安得了 三百去休息了 你们无需担心 稍后我再与他叙旧 二叔 竟跟龙主认识啊 我跟他 曾是挚友 说起来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哎 朱莉 那不如 你先带两位宾客 到宫里面去游玩一番 晚上 我教人准备一场 丰盛的宴席 为大家接风洗尘 好的 二叔 走吧 好 告辞 走 实在没想到 他俩居然认识 你是在感叹什么吗 我就觉得吧 那条龙竟然有朋友 你们有没有感觉 今天特别安静啊 那个 叽叽喳喳的小换腰呢 什么鬼啊 你才是鬼 端腿鬼 叽叽喳喳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今天入青秋王宫 我堂堂又换妖女王 难道要对你们青秋监国王爷 行礼吗 不是 你死不在我腰带里啊 那还不是因为龙主的不敢藏 藏你的 才能确定没人能搜身吗 你倒是算得行 既然到了这青秋王宫 我们便要开始寻找铜术师了 怎么了 在我们青秋王宫 不能提这种修邪门术法的人 怎么就不能提 我就提 铜术就是靠黑气才能练成的 我阿娘一直都在寻找 去除黑气的办法 嗯 你们一来青秋 就找铜术师 你找铜术师干什么 报仇 亏你还是个青秋世子 连提一句铜术师都怕 你阿娘毕生为驱逐黑气而战 你在干什么 我 你怕 我不怕 我自己找去 你等等 那个 我那个 罗盘可能会有用啊 杨怀 嗯 今天这样差不多了吧 你也再战吧 不行 手下哪儿到哪儿啊 我还能背 他们这事 在做什么 我倒是鲜少看到你这么刻骨 游鸣富尽在咫尺 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 哪能偷懒 你不要命了 你也抓紧背吧 好 背背背 原来他们早就知道 游鸣富的下落了 要不这样 我考考你 帮你加深加深印象 我怕你 来吧 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 包子 太简单了 你最喜欢吃的食物肯定是 你最喜欢吃的食物肯定是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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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背了这么久 怎么连这题都没有背到啊 下一题 下一题肯定打背 好 我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梦想啊 我想自由自在 飞黄腾达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 我真要这么说吗 麻烦请你背诵并抄写一百遍 牢牢记住标准答案 包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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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检入图 自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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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飞下来了 你说你这一晚上点着蜡烛都背了些什么呀 我都替蜡烛感到惋惜 白白燃烧了一个晚上 怎么就白白燃烧了呀 只是你问的我 刚好没有背到而已 我之前在那个赌摊 不是输了钱还道欠你钱吗 我现在没钱 先给你张欠条 等我有钱了 一定还你 你先坐下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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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和呀 你对我真好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就给了你一张欠条 这算对你好吗 好着呀 但是这个欠条啊 我觉得 不用了 不行 拿着 说是借的 就是借的 我虽然赌运差 但承诺的事情 还是要兑现的 行 那我就把这个收下了 嗯 我找你 还有一件事 嗯 这几日呢 虽然我们两个的感情 没有什么进展 但也是有了些许的默契 我时间也不多了 我们还是去试一试吧 万一成功了呢 行 你想做什么 我都陪你去做 不愧是专业的 这么快就调整了状态 我也调整一下 准备好就走了 小生 我们走吧 嗯 怎么还不是 又不是 你到底怎么才能启动 啊 这 这就转了 转了 他只向那边去了 追上他 我 那个方向室 怎么了 这是我阿爹闭关的地方 呀 爹 大国主 通书师难道是你爹 你闭嘴 不可能 别加热 我先过去看看再说 二等级干拦我 此处乃大国主闭关之处 世子殿下还是去别处玩耍吧 老子可不是来玩的 让开 这 竹林 我问你们 他是谁 世子殿下 那里面又是谁 大国主 他人何关系 怎么 不知道吗 他们是父子呀 儿子看望父亲 父子子孝 你们两个为什么横加阻拦 就是 我与父亲十余年为相见 如今私父情妾特来看望 二等级干拦我 还不速度放行 这 这 赵公命我等 守好此处 不得打扰大国主清修 还望世子殿下 莫养为难我们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赵玉那个老皮肤啊 在你们眼中 请就应了主了 啊 世子殿赶心碎 我等没有死心 嗯 我蛮想破门进去啊 难道童树是 在里面 这里面果然跟外面一样 开始不稳定了 是啊 看来没有失败的机会了 你们要如何过关 来了三个人哪 老头儿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屏风秘境可不稳定 我觉得它快没了 要是你不想跟这个屏风一起没的话 我建议直接把那秘宝拿给我就好了 老夫受故人所托 在这里看守秘宝 休管外面是山崩地裂 也不管这屏风秘境下一刻是否就会消失 老夫都要看住秘宝 不能被得不配位之人取了去 哪怕是与这秘宝同归于近于此处 老夫已心甘情愿 冥顽不灵啊 既然如此 老前辈 请出题吧 我们没有时间耽误了 三个人 难怪上次看这小丫头和这小滑头就怪怪的 原来是你们三个人之间的感情啊 行 既然如此 有个问题 老夫也可以问出口了 哎 感情 感情 别那么多废话好不好 在你们三个人的感情关系里 除了你自己之外 另外的两个人抛弃了你在一起了 你会怎么做 他俩在一起 口味这么重吗 那我就默默离开吧 这龙真没用 要是试我跟他到第三关的话 这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看来 这幽冥妇 要被永远的埋葬 在这迷茎之中啊 郭主 郭主 夫人 老夫 愧对你们所托呀 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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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幽冥妇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倒是你 怎么第二仗之后你就不见了 我 哎 你干什么 他俩可是幽冥妇认可的 真正的有情人 你在这儿爱什么事 你才是爱什么事呢 我们在里面见到了雪岭夫人 人家说了 第一关根本就不是要找什么有情人 是你们两个理解狭隘了 不是 这 这怎么可能呢 那要找什么 要找的是 心中有他人的人 不狭隘 有慈悲的人 我看 你这考官根本就不合格 哎 你 哎 哎 罢了罢了 你这恍口小孩 老夫啊 不与你辩了 你快说说 你们最后是怎么 娶到幽冥妇的 又是如何见到 国主夫人的 我已与他道别 若此时告诉他 我在最后一仗中做的那些矫情事 岂不尴尬 他一心与我划清界限 若告诉他 我在最后一刻吻了他 他定会觉得冒犯 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在最后一仗 我把他杀了 然后就拿到了 我也 差不多 是 所以我吃亏现在第二关 如果是我跟你到第三关的话 那也没你什么事了 哎 行了 行了 反正都已经出来了 幽冥妇也拿到了 就讨论里面的事 也没什么意义了 既然如此 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 你我 后会有期 你抱权干什么 你们俩要 你们俩要分开 哎 哎 他们可是立过字句的啊 拿完幽冥妇 就散 那幽冥妇归谁啊 归他 不妥 有何不妥啊 这幽冥妇 本来就是清秋的至宝 不能被一个玄门女子 单独霸占 既然 你们两个人共同取得 就应该一起拥有 这幽冥妇 是我们两个人得到的 那他也愿意 让我一个人独自享有 关你什么事 就是 哎呀 我都懒得说你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连自己的关卡 都搞不清楚 你看我浪费多少年的时间 你可糟了头 你个无耻小卑 当今国主 见到老夫都要尊称一声先生 你听看 问老夫是什么东西 哼 还有你 自死自立 妄图独占 有名副 哎呀 龙主 你还是妖族之尊哪 你应当为妖族的利益 多加考虑 不能让一个悬门女子 给拿捏了 哼 你这老头 还挺自命清高的呀 不过这事儿 无论你如何不满 也轮不到你管 告辞 哎哎哎 这妖命妇你看得懂吗 不就是一本书吗 瞧不起谁呢 谁还不识字啊 这 这写的什么东西啊 这文中的字 只有老夫能够翻译 哎呀 看来你们这个事儿 还真就轮到老夫管了 哎 还请先生 刺脚 哼哼 要我说 你们一起得到了幽冥妇 就应该共同享用 行 共同享用啊 口说无凭啊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我要你们俩 成亲 你